這麼大一個人應該是十幾二十年沒有哭過 是很不甘心的 拳擊就應該是19年3月才開始 真的正式去練習 因為之前泰拳就沒有這麼大預期 去奧運這個大型的體育項目 這次很難得可以參加到奧運 當然想去進第一步 一開始都是讓我想清楚 因為我年紀都不完 所以也讓我想清楚值不值得 我想要全面練習 反正都是要給一年時間出來練習 不如專心點、集中點 就不要做其他事情了 就真的訓練了 真的正式訓練了 當他決定了去做那件事的時候 他會很認真去做 其實我當時也給了一個忠告句 我告訴他 我說你不要想著自己是腰帶 香港泰拳有多厲害 各人的代表 大家真的在拳擊上的差距 我第一次跟那些女生 全部十多歲 比我小 一埋著 第一、兩拳 我已經爆了鼻子 已經中拳中到鼻子 那一刻我已經知道 程度是差很遠很遠的 他決定 再繼續追 他有這樣的心態 我覺得這個運動員 或者這個學生是很值得的 他今次在這一年裡的付出 和他們的努力 他自己所作出的犧牲 其實最辛苦是 其實整年都很辛苦 最辛苦是 沒有失去的情況下 你都要硬著頭皮去初戀 所以經濟上的壓力會大一點 目前都很值得的 起碼拳擊 可以讓我看到 世界上那麼多不同地方 國家的選手 去了很多不同地方 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樣 不會再局限在香港 我沒試過這麼大一個人 應該是十幾二十年沒有走過 是很不甘心的 那一刻真的很不甘心 因為真的 他數了我第一次 數了我第一次的時候 我完全覺得 我老是沒有肝 我又不是痛又不是性 那一拳我又覺得 不是掌握不了 被人掃 那一刻已經是有少許怯怯地 數了第二次 我就覺得 糟糕了 是不是會完結了呢 原來真的完結了 然後情緒就湧出來了 理解的 因為我自己也做過拳流 我自己也經歷過這個下落的階段 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 他的付出 不能夠成為一個正備 很多地方自己真的做得不好 還有可能 比賽 這麼大型的比賽 自己的壓力都大了 所以真的發揮不到 他真的完全 好像變回一個 變回一個新人去打 我自己覺得 他過得很快 這件事他過得 自己過得很快 他也是一個很堅強的人 因為如果你做一個拳手 你沒有這麼強的心態 其實不用做 根本就做不到 其實香港有很多女生 其實都會有打拳這個熱誠 但其實 叫做半途而廢 或者叫做胎死腹中 其實有很多的事 因為當他們接觸到真真正正的比賽 或者更高層面的時候 其實他們知道自己碰不到 或者他們自己沒有這樣的決心 可以繼續走下去 形容是叫做特別的一個 我想現在你今天問我 我就覺得40歲前 我看能處理到 我都會繼續打下去 嗯… 我就起碼要在香港 可能真的打到一個 比較歐斯坦德的一個水準出來 然後再看看其他附近國家 再看看有沒有一些比賽 讓我去參加 然後看看自己的層級 可不可以再上 你說如果再終極一點 可能兩年之後亞運 可能忘記許可 可能四年之後的奧運 再看看吧 就讓我一次見 一起結束 再看看 因為我一定是很難以負 醫生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